时隔四年他胸口的核反应堆再次亮起 并摆出了自己招牌的格斗动物 然而就在所有人为他补掌喝彩时 驾驶员森麻子竟然陷入了迷失 此刻他变成了自己记忆中的一个小女孩 他所在的城市遭到怪兽入侵破坏 全家只有他一人幸存了下来 而怪兽很快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并朝着他的方向追了过 小女孩在绝望中伸出双手试图阻挡怪兽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中的森麻子已经彻底失控 他竟然打开了危险流浪者的武器系统 这一幕吓傻了在场的所有人 等缓过神来众人开始纷纷逃命 最后男人及时拔掉了机甲的武器电源才化相片 因为这件事森麻子遭到其他驾驶员的辩骂 罗莉为了维护自己的搭档与对方扭打在一起 显然年轻的驾驶员并不是罗莉的对手 此时汉森终是出面将两人分开 而森麻子认为自己辜负了斯泰克将军的信任 于是便自己主动提出了辞职 原来当初森麻子面临绝望之际时 是将军驾驶探戈狼号击败了怪兽 将军不仅将身为孤儿的森麻子抚养长大 还准备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机甲驾驶员 可如今出现这种失误是两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天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两只怪兽 斯泰克将军及杰重人调兵潜将 除了危险流浪者留在基地待命 其余暴风赤红和切尔诺阿尔法负责击败两只怪兽 尤里卡突袭者则作为海岸城市的最后一道防戏 暴风赤红在海面巡尸的过程中 被狡猾的四级怪兽伪力鼠偷袭击中了妖部 但这点伤害对于格斗之王来说并不算什么 暴风赤红随即使出雷云阵臂杀戟 三条手臂末端瞬间变成三把高速旋转的刀铁 疯狂切割怪兽的皮肤和肌肉 忽然怪兽反手握住暴风赤红的手臂 而暴风赤红借力而起 并将自己的上半身旋转180度 落地后直接将怪兽扔向了千米开外 切尔诺阿尔法紧随其后压倒怪兽 并用自己的铁拳不断招呼过去 可能因为攻速太慢 被反应过来的怪兽一尾巴扫飞了出去 此时被激怒的怪兽疯狂攻击暴风赤红 竟然直接抓住了机甲的驾驶舱 三名驾驶员来不及反抗瞬间阵亡 看着倒下去的战友 切尔诺阿尔法的两名驾驶员不仅没感到害怕 反而魔拳擦掌准备为小红暴愁血恨 可这时怪兽竟然张开大嘴突出一口强酸 竟然直接腐蚀掉了阿尔法厚重的护甲